你好,中美爭霸,喂,大家好 這部片出街是6月26日的,喂,大家好 現在美國其實是不斷的,是積極的在預備 大陸如果沒有統台灣的話,他要怎麼應對 一會兒講一下一些軍事部署方面的事情 在上個星期,6月21日 上個星期五,那幾天我不是在香港 去了大陸,大陸出了一個叫做 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 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 即是說,講明有什麼人是佔反 這些台獨分子大陸是不會放過 也都講到明,怎樣的情況之下 一些沒有那麼嚴重,犯罪沒有那麼嚴重的人 可以帶罪立功 那這個大陸宣佈,究竟是有什麼意思呢? 當然就是無統台灣了,我認為 所以稍後會講一下,為什麼要宣佈這個 22條定罪量刑的規範 或者是指明哪些人是台獨分子 十我不赦那些 稍後呢,想講一下大陸的用心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以,請大家訂閱 何止安有壽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還有按鈴鐺的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或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今天我們在突發揭露提到 艾森浦威爾號和羅斯福號的現況 艾森浦威爾號呢 其實已經準備 駛離東半球 回到美國 這樣呢,就很狡猾地走 當然啦,如果這樣的情況來講 以色列呢 他如果向黎巴列開戰 在這一刻來講 在中東就沒有任何航空母艦的了 但是其實航空母艦究竟還有沒有震懾性呢 當然啦 我們較早之前都知道 胡塞武裝 就攻擊過艾森浦威爾號 令到艾森浦威爾號是有所損傷的 美國就死都不認的了 但是事實呢 艾森浦威爾號 在一個這麼混亂的環境裏面 咋咋咋地走 那是不是代表著船 已經是有所耐傷 因為這個和胡塞武裝的 搏鬥的裏面 那當然啦 肯定是有事啦 是不是啊 你去掩掩而已 但是問題是 現在這些胡塞武裝是拖鞋黨來的 大哥 一幫窮鬼 一個很窮的國家 裡面 你炸他 他就沒什麼所謂的 整座 好像阿富汗一堆爛山 那樣你就炸咯 是不是啊 但是他 得到很多導彈的供應各樣東西之後呢 就去炸你航空母艦 而且呢 我想有衛星導航應該是北斗的了 不會用你美國GPS的了 那你當然就說 哎呀大陸怎麼這麼壞啊 那又怎樣啊 那所以呢 其實 艾森蒲威爾號呢 這樣閃了去 那另一邊呢 羅斯福號呢 就還沒有起程的 那就是真空蕩帶了 這個呢 尹錫瑜呢 在羅斯福號起行之前呢 就上去羅斯福號 就說 哎呀要浸涉北韓又這又路 就是震慑這個朝鮮啦 那但是呢 其實呢 羅斯福號呢 要洗來 兩天前說的嘛 就是 6月23號 24號說 喂 羅斯福號下個禮拜 就是7月頭 啊 開始就要 洗去 這個地中海 啊 或者是紅海那些 頂替艾森蒲威爾號 那當中裡面 喂 走到一萬多里的啊 就是二十幾日號的啊 那當然這件事呢 有一個解釋的 一個解釋呢 就是說 艾森蒲威爾號真的很傷啊 所以不走不走 另一個解釋呢 就是說 拜登很不想你內塔利亞湖 去炸這個黎巴嫩 珍珠黨 因為如果你炸起來呢 你是輸硬的 他真的輸硬的 我先說一下 普遍的評論都說輸硬的 找回歷史你查吧 就是 以色列 幾次對真主黨真的沒有一次贏 所以 拜登呢 拜登呢 用這件事 浪一浪你先 等你呢 內塔利亞湖 不要這麼快動手著 然後呢 拼老命去找人啊 去幾邊去滑船 走去黎巴嫩 找黎巴嫩的政府 就說明了 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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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個 的 的 將會打邊道 這樣 說得很清楚的 就是說呢 要進攻這個 黎巴嫩的南邊 那條河呢 糟糕了 我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那條河的南邊呢 其實地帶是大於加沙地帶三倍的 那条河叫做这一条 死了,还有阿拉伯的名字 在这里的 其实我们看过的地带 比加沙地带大三倍左右 所以如果你说 那里十几万兵 以色列进去打 地带大家沙三倍 你怎么赢啊 所以现在的形势就是 第一,民意逼他打 第二件事就是 他打到糟糕,醜醜醜的时候 就逼美国下水,帮他打 内塔尼亚湖 说来说 他也是要逼美国下水 现在拜登就特意 洗走艾森婆威二号 因为也被胡彩武庄打到伤了 特意有两三个星期 扔着他 跟着呢 甚至通了水 说 很快就打你了 你们这班人 最好自己走 向以色列投降 但说完明明这句 事实上呢 爆了以色列 大约要怎么样 进攻了 这个呢 我不知道 究竟 黎巴联 和以色列的战争 是不是这么快引爆呢 是不是 现在一拖 已经拖到奥运了 奥运的时候 打不打呢 是不是这么瘋狂呢 普遍奥运是不开战的 打开的继续打 但是不应该打一些新的战争 在奥运里面 上次搞这些这么坏格的东西 那个格鲁吉啊 偷襲南武塞梯 那普京就说 你打我 我的人 那我就打你了 美国呢 布殊还想按住 这个普京在北京 你不准还拖啊 那布殊当然说 你也傻了 那已经在08年呢 这一个7月呢 其实普京已经初次和美国去决裂的了 这个就是这样了 那好 那我们这个位置先说这么多先啦 那我们先说回这个西太平洋那边先 那 美国 在中东呢 就一团造的了 究竟是不是跌下去这个中东漩涡呢 我们拭目以待啦 真是很难说 就是 好像拜登好像没有方法去拆内塔尼亚湖的联合政府 那样 好像没有 推它不倒 那样 那 他又好像 内塔尼亚湖在一个混乱的里面 好像要打 那究竟 美国有没有方法按住他呢 我也不敢肯定 那 但是如果你说 在亚洲区 大陆呢就宣布这个呢 呃 怎样 有22个量刑准则去处理那些台独分子啊 那 那这些详细内容 我不会和你研究的 不过呢 有不同的文章呢 指出呢 上一次共产党这样做呢 是1948年的11月1日 那就是那时候呢 廖审的战争呢 就呢 接近打完 因为呢 11月2日呢 廖审战争就打完的了 那跟着呢 紧接就会开打呢 这一个的淮海战争啦 和这一个的 平均的战争啦 那时候北京就叫做不平的 那但是 无论怎样都好啦 国民党 在东三省呢 打输了之后呢 其实 已经呢 是 关键性地去失败的了 已经是走向灭亡的了 在大陆站不稳的了 这个趋势呢 在1948年的11月1日呢 我想共产党呢 懂打仗的人全部看得明白 1948年10月1日 呢 1948年10月1日呢 距离呢 中国国庆呢 呃 就是建国那日 建国大典啊 1949年的10月1日呢 距离呢 是11个月 那就是我 比较简化一点 来做一个类比呢 就是说呢 当这些战犯 要怎样拖 就来要将会输 啊 那呢 说定一些条款 等 啊 这些战犯 和他下面那些的 啊 那些的 啊 譬如说 譬如说 举例一个战犯 譬如说 蔣介石 大军头 他下面有很多个军 下面有很多军人 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有些人 替国民党做供应商 什么什么什么 那现在呢 解放军在四八年的十一月一号 跟你说 喂 你们想清楚 怎样应对解放军 打下来 统一全中国的话 你们要怎样应对了 啊 你早点想想 啊 向共产党啊 大 大罪立功的话 会减轻刑罚的 但是你什么都不做 就当你重罚 但是 其实呢 很明显 啊 大陆是预计 不会很久的时间 可能 啊 几个月 可能 是 十一个月 好像上次那样 十一个月 或者可能 久一点 因为呢 都是 不敢肯定的 不敢肯定的原因就是 喂 那中东的战斗怎么发展呢 俄罗斯和乌克兰 又打成什么呢 俄罗斯太慢版而已 但是俄罗斯弹很多武器 比中东那边的嘛 那边打得多大呢 那样 美国有没有方法 按得停呢 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美国佬呢 就好像呢 我都一早 去年都说了 你四个煲 你只有一个盖 是不是 有几个重点啊 这个朝鲜半岛 台湾 这个的中东 和这个乌克兰 四个地方 你看得住哪一个呢 如果四个一起爆你怎么办呢 情况也是这样 大陆就见你 喂 差不多了 内塔尼亚胡依过来 没办法推他下台 他死都惹你下水 好像都跑不掉 你都跑不掉了 那你都跑不掉了 那我快要去 趁你没空的时候 去移动他 是不是 等于啊 苏联的时代 有个古巴飞弹危机 你美苏在那里吵 那我就去打印度了 1962年 是不是 你美国 一卷进去一些很复杂的战争船 很复杂的话 大陆一定出手 这件事呢 我就这么看了 但是另一边呢 台湾 就是这个 美国的 军队呢 其实日本那边就爆 就说呢 美国呢 要加速组建 关岛的贫海作战队 就是说呢 这个部署的里面呢 会是在琉球群岛 还有呢 这个的可能是日本呢 会抽一些兵力去关岛 甚至去夏威夷 那不就是走老 就是说 喂 上次菲律宾 6月17日开拖 6月15日的时候 这个新海警法 新校 6月14日 你这个罗斯福号 就走了 现在大陆就说明 要动手了 即将动手了 你就说 部署 将那些兵 抽离 琉球群岛 抽离日本 摆远些 关岛离开中国 哇 哇 几千公里 哦 那你就是 你就是走老咯 啊 喂 美国已经 三番四次 做些羊羞的东西了 说走老了 是不是啊 艾森奎威二号 就叫做败走啦 是不是啊 那今次你说 部署的兵 拉远些 摆远些 那就是 预了 随时不够抽的了 其实说真的那句 在大陆现在 的超音速武器 的威力 你这个关岛是不安全的 大佬 随时都军死你啦 大佬 所以呢 我始终都认为呢 未来的形势呢 即是 我觉得大陆呢 是即将触手 而 美国呢 根本没有能力 保任何他那些契势佬的 即是形势是这样啦 所以现在呢 很多国家呢 都是在挑衅着 即是一句就不给美国佬 好似越南那样 都要提一提啦 越南呢 基本上摆明是两头蛇的了 所以他就去 接待这个普京 那越南接待普京呢 其实美国曾经叫他 你不要这么高规格的 但是现在越南一句说完就是 我现在不给你面子 因为你预认了和大陆可能会反面 但是如果没有了大陆的话 越南就是提供很多的商品啊 很多工业品呢 给美国 令到美国呢 基本上呢 可以运行到 但是如果 你越南 越南投向了 中国或者俄罗斯的话 到真是东西方打仗的时候 越南说 那跟你 跟了中俄那边跟你反面 跟着不给物资 给美国的话呢 美国就会很厉害的 因为呢 越南那边呢 都有很多稀土的 所以呢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呢 越南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 其实在 美国的角度来说呢 他扶植了很多儒家文化的国家 譬如说呢 韩国啦 日本啦 这些 还有台湾啦 台湾就不是国家啦 地区啦 但是 都是啊 儒家文化下的分支啦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其中一个分支啦 这些呢 其实他们呢 要搞工 即是 儒家文化的人民呢 其实很勤奋啊 搞工业化的话呢 他们很容易上手 不计这几个 还有 最主要就是大陆啦 简直是有声有息啦 直接可以挑战美国啦 所以在美国来说呢 就见到你美国大陆那么强大的时候呢 一直呢都扶植越南的 希望拉拢越南呢 当万一和大陆翻面的话 越南呢 成为他 美国呢 最荣耀的供应商 那越南就看到 超 不光是你给生意我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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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我 你也都在依赖我啊 那所以越南呢 就摆明了 我吃两头吃 我又见你普京 还要高一口见一见 逼你美国 比较好 我 那其实现在美国呢 可以说呢 那小的衰落呢 是太明显了 人家越南不给面子来啊 菲律宾啊 做你中心的走狗 现在反而PK 仆街啊 完全在菲律宾国内啊 现在呢是 就是 他们会觉得很仰衰咯 就是 帮完你美国佬 你美国佬没有任何东西 报仇回了 菲律宾 越南呢 不听话的 啊 反而你美国就想方法去巴结 没有了 就是你美国现在 可以说呢 势衰力弱的 表面的股市就很厉害咯 但是全世界都看到你美国呢 是一个急速衰落的 说完吧